厦门海昌享德立台 姓氏源流文化传习中心 6月4日接牌 该中心以家庙宗祠为基点 挖掘古建筑文化内涵 弘扬加风加训 为遍及台湾和海外科室中心回乡 留下一个寻根的载体 眼前这座400多年的科室宗祠 又称享德堂 兴建于明万里年间 从这里走出的海昌首位借源科艇 号立台 于万里庚城年间重近视 先后任南勒县令 陕西道玉市 胡广道玉市和南京学政等 他连结公正为民座时事 成为深受百姓景仰的海昌相嫌 因为其实可能年轻一辈的人 对于科艇其人 其实他可能未必了解 但是我们觉得说 我们很有必要 将他的一些典范流传下去 我也很荣幸这次能够跟着 我们科室中亲们 可以一起去完成这个事情 因为整个筹备的那个过程 你可以看到乡亲们出钱出力 那我自己是 我不是姓柯卫是个台湾人 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跟他们的连结是很紧密的 柯顶后人陆续走上四轴之路 前往东南亚等地区 也有不少人去到台湾 作为柯氏一族的文化载体 柯氏家庙享德堂 如今已成为海内外柯氏后裔子孙 群根业主的祖籍地 据悉 未来 海昌享德立台姓氏源流文化传习中心 将依托海昌区 闽南文化研究会的资源和力量 进一步收集整理 有关柯立台的史料图片 并进行展示 传承发扬柯立台文化 让柯氏年轻一代 更好地继承潜能的精神